来自桃园杨梅高中到石门区出黄口农场 学生学习如何将不讨喜的强势作物变成有机肥料 让强势作物变成有益 也减轻农友们的负担 来自桃园的杨梅高中深入新北市石门山区做服务 来到出黄口农场穿起青蛙装 准备要进到水梯田中打捞强势作物空心帘 而下午这群学生还要上课学习 将空心帘或是像这样子被丢弃的植物做成有机肥料 让强势的作物变成对农作有益的植物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环保问题很严重 然后学生对大自然也不太清楚 然后我想说让学生来这边当志工 然后亲近这块土地 然后也学到一些像我们要把那些绿色的水草 我们会请生物专家加上维生菌 然后做成易肥 让学生也学到一些有益的知识 而且他在感情上能够有体会这种农村生活 亲近大自然 然后接触很多他们从来没碰过的那些昆虫 学生们拿着捞勺下到田里 捞起一勺勺的空心帘 可以见到因为是有机水滴田 强势作物很快就将整个田面所占据 如此一来农友要田间管理 还必须先将空心帘清干净 不过数量实在是太庞大 有了学生的帮忙也减轻农友的负担 其实来的话最重要的内容的话 是要教导他们一些说 我们这个场域如何去维护 然后建有在我们在农事体验的时候 去了解到说我们水中的一些生态 顺便把教导他们这些水中 比如说有农师 有父子虫 有蝌蚪这些 顺便可以教导他们这些一方面的知识 然后再来的话 还有就是要教导 如果说明天天气还好的话 可能就是还会种一些菜之类的 不是说只有田 还有陆地上面的一些活动 然后再来的话 还甚至会教导他们一些 像类似草边之类的动作 然后再做环境的一个导览 这群杨梅高中的学生 可不是都来自同一班 而是学校抛出了团境教育的讯息 让学生们自由报名参加 希望学生可以自动自发 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也要研究如何将原本不被喜爱的强势作物 变成可以田间利用的肥料 友善循环也帮助农友 让田间管理更轻松一些 记得到平函师们采访报道